incorrect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昨天台北股市收盤的時候跌150點 那今天全部都漲回來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指數開高之後震盪走高 那最高的時候漲222點 那现在涨了差不多快200点 所以这上雨线流不太出来 所以台北股市昨天一根黑棒下来 大家都吓一跳 因为你从那个融资 昨天减了10亿就知道了 真的是吓一跳 哇这里会不会高档要跌下来 结果台北股市今天又涨起来 那你会发现台股从11月份 这涨得又急又快 那涨了一大段起来之后 当然大家难免会比较担心 那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 你涨多之后 这地方维持区间它是合理的 现在不是说只有台北股市走区间 你看美股也知道 你看嘛道琼还算比较强 它还让你看到铝创高点 科技股就是维持区间嘛 对不对 费败呢最近 因为NVIDIA的股价前几天跌 所以这地方再怎么样 它也是维持区间嘛 所以台股这个时间点 还是维持区间 对吧 那到底这个区间会不会做头 到底这个区间还有没有机会再往上钩 好各位我们来仔细看 我跟大家讲过 你台北股市本身的多空 不是我们自己在决定 你要看整个国际股市 那国际股市为什么会 它的涨跌呢 又跟国际金融有关 所以我说从国际金融这一块 其实你去看这个盘 不是说涨多了 然后很担心这地方会不会做头 然后会不会是说已经来到高点 我跟你讲你去看国际金融 你会很安心 什么意思 我们来仔细看 昨天美股也没有让你看到大跌 对不对 已经都涨多了 就只是维持在一个区间 那为什么这地方它是维持区间 它没有跌下来 原因到底在哪里 其实你仔细看 昨天美国财政部 它标售了一批 550亿美元的 五年期公债殖利率 五年期的公债 结果这个认购的状况还不错 所以造成什么 大家都去抢公债 那公债价格就提高 对不对 那公债价格提高 就代表说公债殖利率 它就没有涨 对不对 我们来仔细看 昨天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 跌1.6% 它现在收在4.39 4.39 那各位 这个地方这波跌下来的时候 前低在4.35 那你去试想 像4.39离4.35 没有差多少 对不对 那我昨天怎么跟大家讲的 我就说 盘是盘整盘局 我说好 说算这个盘局 就让你稍微看到压回来 我说你也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后面还是先维持区间 为什么 因为我说后半周 有短线攻击的机会 我昨天的意思就是说 台北股市如果说 到这边走区间让你看到压回 不用挤压 后半周还会起来 当然这个起来呢 它还是先让你看到维持在一个区间 对不对 好 那我昨天为什么会这样跟大家讲 因为礼拜四啊 要公布个人消费支出 PCE指数 这个联准会最重视的一个通膨的数据 那你去试想嘛 前面CPI已经跌了 PPI也在跌了 那PCE这地方怎么可能会涨上去 对不对 所以礼拜四公布出来的PCE的指数呢 这地方应该还是这么讲啦 通膨还是降啦 那当你通膨还是降的话呢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昨天收在4.39嘛 那搞不好礼拜四之后呢 就让你看到破4.35 它又在穿波段低点啊 如果说这个公债殖利率呢 它没有办法走扬 甚至于还往下跌呢 这是我昨天跟他讲的 短线还是有攻击机会啊 所以就算这边走区间稍微压回 后半座还是会拉起来 所以你看今天这盘就知道了 昨天跌又怎么样 今天还不是拉 当然现在还是维持区间嘛 对不对 可是我跟大家说过 这整个股市的多空啊 都跟什么东西有关 你看当初7月份的时候 公债殖利率从低档一路往上扬 对不对 那时候为什么我叫你要卖股票 因为公债殖利率在涨啊 所以呢股市就在跌啊 那为什么11月份的时候呢 股市会开始涨 因为公债殖利率跌下来嘛 所以你去看嘛 公债殖利率这地方 它涨不太上去了 甚至还有机会在破前低 你认为股市会涨还是会跌 打开很清楚啊 当然这些东西没有人跟你讲了 大家都不懂什么叫国际关啊 反正每天就叫你买啊 涨也是要买 跌也是要买啊 我跟大家说 操作不是这个样子 真的来到高点会叫你卖 好不好 那目前还没有看到 好那再来 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讲过 说如果我们依照这种状况来看的话 我是预计啦 因为如果在后半周这个地方啊 台北股市有机会再涨上来 我还是希望说它走区间啊 因为这个多头不要走得太快 走太快的话反而是比较不利啦 最好是延续久一点啊 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说嘛 我认为到了12月份上旬这地方啊 它再供一次 好为什么 我们来仔细看啊 这就跟整个通膨的问题有关啊 昨天油价呢又跌了0.7%嘛 昨天大概79.9%破80%啊 那你会发现啊 11月份现在啊 现在是11月28了嘛 这几天它们快结束了 所以呢油价 我看应该是要大涨也很难啊 所以呢 油价目前的均价在81.8嘛 那你看嘛 10月份88.8的时候呢 CPI PPI都在底了啊 那你想嘛 11月份现在来到81.8嘛 那这两天也应该上不太去啊 不可能说持续大涨啊 所以呢 它的均价呢已经让你看到什么 又下降了很多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会造成什么现象 好你注意看 今天28号嘛 礼拜二嘛 对不对 好那我们跟他讲过嘛 13号是联准会的会议嘛 12号要公布11月份的CPI嘛 那我问你嘛 CPI会不会自己再降 还是继续降啊 所以呢我就跟他讲啊 油价这个地方 他上不去了嘛 对不对 那最起码你11月份已经看到均价都跌下来啊 所以呢 12月12号公布的CPI指数还是一定降 那当这个东西呢再继续降的话 我就说嘛 搞不好这个礼拜呢就有机会破4.35嘛 如果呢 后面的CPI指数又再继续降 公債殖利率不就继续跌吗 你朋友们知道 公債殖利率不可能上去嘛 最起码下跌的几率非常非常大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为什么 这个多头可以延续到12月 震荡又怎么样 今天还不是起来 是不是 所以我说很多东西都跟公債殖利率的走向 它是有关的 所以你要了解说 这个公債殖利率它到底怎么去走嘛 OK 这样很清楚啦 好那重点来了 但是我这两天有跟各位讲过 为什么这个地方我认为还不是攻击盘 原因在哪里 11月23号我跟他讲啊 技术面都还是为多方啊 但是我说筹码面有些问题在 但是这个筹码面呢 你也不用太过担心 我们仔细看 因为那时候我跟各位讲过 外资的空单啊 最近这几天突然增加到 负的6300多口嘛 然后呢 自营商的选择权空单来到3万口嘛 对不对 好你再仔细看哦 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我就说 奇怪这到底是在避险呢 还是真的在做空 那你注意看嘛 外资我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呢 空单是从6300嘛 来到4200嘛 空单稍微有补一点点 对不对 可是呢 自营商选择权的空单从3万口 来到3万9000多口 这很看起来哇 怎么搞的自营商跟外资啊 怎么搞的你们都在放空 好那各位 昨天跌了150点下来之后 你再仔细来看 我们来去做比对 你看 结果外资的空单只剩下1300多口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在做区间 如果他昨天跌了150点 外资的空单在持续增加的话 那就不对啊 他就认为说 他认为这个高点到了 那结果呢 没有啊 他空单是不是让你看到 有开始缩减吗 当然还是付的啦 不过付不多啦 付的1356口 OK好那再来 自营商在我们昨天上节目的时候呢 选择权的空单接近快4万口 昨天补了18000多口 现在只剩下21000嘛 对不对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都在做区间啊 所以昨天一跌下来的时候呢 法然的空单就先 就让你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回补的力道 所以呢 从这几个角度里面来看 照理说他们应该不是实质空单 他们只是在做区间 区间操作上面的一个 一个什么 短线上面的一些价差而已啦 所以呢 接下来只要这些啊 没有再持续增加的话 就像我说的 这个盘就先要走区间 那不要涨太快 那等到12月上旬之后啊 再攻一波 那就会非常精彩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呢 这个盘啊 12月底的时候 一定会有那个既底作帐 所以呢 我之前就跟他说了 7月份跟你讲片线嘛 我高点叫你慢 对不对 然后呢 11月初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啊 主底开始洗头嘛 你就开始准备低阶的机会了啦 那因为你要开始去看12月份 这个盘 什么股票 是法人作伤的标的 OK 好 所以 这都我们讲过了嘛 我说多头不是问题啊 重点在轮动 好 那到底现在这个盘要怎么动 好 我们就直接来看了 其实台北股市走到这里 我说 我们去界定这个多空 跟国际金融有关啦 那国际金融有没有什么变化啦 有变化我一定会告诉你啦 高点到我一定会叫你跑啦 因为我的操作不是每天叫你买 该买该卖 我们分得很清楚 所以你不用太过于担心啦 那当然 一堆老师也不会去解这种盘 因为解不出来 为什么解不出来 也没有国际关啊 反正就是每天买啊 真的啊 每天买每天都大赚啊 我会跟他讲 你要信你就去信了 可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 只说涨了一段起来之后 这边走区间都算正常 那我们说嘛 不要走太快 好 就继续走区间没关系啦 但是这种盘的话 我还是要跟你讲 切记追高 什么叫做切记追高 我们仔细看嘛 你看哦 11月初的时候呢 涨合一中天嘛 那时候呢 有利多一出来你去买 就到现在为止 全部都在等几套 对不对 你看哦 11月初的时候涨这个嘛 结果呢 你现在都还在等几套 是吧 然后呢 之前那个蓝白合的时候呢 涨到观光去嘛 好嘛 观光一起来的时候 你又去追嘛 结果到现在为止呢 你会发现到啊 还是在等几套啊 有没有 等到去追完之后呢 现在又在等几套 对不对 好 那等到蓝白不合的时候呢 去涨什么 涨这个啊 涨军工股啊 有没有 你看嘛 军工股你去追 现在也在等几套 真的啊 现在能整几套啊 对不对 啊昨天涨什么 不用讲了嘛 昨天涨生计嘛 对不对 我们来看嘛 生计股到今天啊 你昨天去追的 全部都在等几套 真的啊 有没有 那一堆股药都这样子啊 昨天去追的 现在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全部都在等几套 对吧 好 你会发现到啊 只要涨什么 他都有的老师 我跟你讲 这些东西啊 你都没有办法去预告啊 因为很多东西 都跟消息面有关嘛 是不是 所以呢 你也没办法预告 所以呢 当天涨的时候呢 就有一堆老师跟你讲 你看哦 你看这个东西 他会大涨 你赶快来一起来 结果呢 都在追高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这个盘怎么做 我们来仔细看哦 当然最近这种盘是呢 压盘比较重的方向 在AI嘛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AI啦 我是不知道你还 挨不挨得出来啊 台北股市 你看啊 涨了1000多点啊 到现在为止 你从之前高点买的 到现在为止 真的都太等解套啊 涨一天都点你的股票 不涨都没有关系啊 好啦 没有赚也是算了啦 但你不能一直赔下去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到现在为止赚了没有 没有啊 到现在为止呢 你看 都大涨吗 没有啊 当初七月份 我跟你讲说 这盘不对 我叫你卖 如果说你当初七月份 跟着卖 你现在没什么问题啊 你根本没有烦恼啊 是不是 问题是时间 也不会回到过去了啦 那都算了 那都算了 问题是你去想嘛 这样的操作对不对嘛 从高点一路叫你买买买 买到现在为止啊 还在等解套嘛 是不是 今天涨益 比较多一点的是见准嘛 还是一样啊 从七月份 你那时候去买到现在为止 我跟你讲 这些股票到现在为止 这一跌 下来都跌超过四成啊 真的跌超过四成啊 大盘涨1000多点啊 你现在还赔超过四成啊 那会不会气死人啊 是不是气死人 我知道 我敢说啦 你心里也不爽啦 是吧 好 那各位 为什么这些个股 到现在为止上不去 我们不用去讲什么 NVIDIA的股价怎么样 那都算了 我要跟大家讲 今天我的测标是洗了 洗盘加甩轿 什么叫洗盘加甩轿 台北股市前面那一段的时候 从高点我就叫你卖嘛 我没有叫你买过任何一档股票 我到11月份我们开始做多嘛 对不对 这一段的格局里面啊 台北股市啊 它跌的比别人慢 所以呢就造就什么 你融资那个减幅不够啊 所以呢很多个股到现在为止 你会发现到啊 那个融资减幅都不够啊 所以它为什么要在洗盘 利用这种震荡盘式里面啊 看那个融资能洗多少是多少 所以你就会发现啊 昨天很多那个AI的股票啊 融资稍微有点减 可是减幅不够啊 到现在为止减幅不够啊 只有300多张而已啊 对不对 像这些个股啊 昨天也减500多张而已啊 是不是 那建伦也只有减190张而已啊 技嘉呢也只有减400多张而已啊 可见很多个股 它现在筹码比较乱 什么叫做筹码比较乱 朋友跟他讲喔 我问你嘛 你之前买在上面的人 你到现在为止 你现在是心里怎么想 小赔就算了 能够回本是最好 所以你现在所有的心里想的都是 能不能藏起来给你卖嘛 对不对 你会这样子想 别人也这样子想 所以我问你嘛 这怎么谈得上去嘛 到现在为止你看啊 融资都打死不退啊 所以呢有些个股这地方 为什么它上不去 就是它还是要震荡区间 震荡区间三不五十 有时候还让你看到什么 搞不好呢 这个地方会不会在双坡断地点 它又在洗盘啊 想办法把你的融资洗出去嘛 洗不出去它不拉啦 能够洗得掉 那最好嘛它就才会拉嘛 所以有些个股这地方 因为你融资太乱 它现在还在洗盘 OK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融资 没有这些问题的 像昨天跌了150点 我跟你讲 它只不过在甩教而已啊 什么叫甩教而已 我们来仔细看嘛 我们拿这档个股来看嘛 轰达电 好举例啦 我们仔细看 我也不是乱举例啦 我说过 我会员持股不多啦 不要说我会员没做 我每天拿那个涨停来跟你讲 那没有意义嘛 那主别分一堆 所有会员的持股 都弄到二三十档 什么时候轮到你 我也不知道了 但是我有跟各位讲过 我们先低接嘛 什么叫低接 当时那天在四八块左右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们低接买进 好昨天台北股是跌 我也跟你讲 我买的够低啦 你洗不掉我啦 你仔细看嘛 当初在四八块左右买嘛 当然他也没有上去啊 可是你去想啊 如果昨天台北股是跌了150点的时候呢 结果你吓到了 你把那个股票把它卖掉 哇跌150点算了 那个后面去追买的人啊 会想说哦 昨天跌了150点 哇那个压力很重啊 啊算了算了 我们先卖先卖一趟 那结果你会发现啊 昨天你卖一掉之后 你今天买不回啊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要甩轿 有些个股在他攻击之前啊 他还会做洗盘啊 所以我一直跟他讲说 你先把你的成本 你想办法先把它压低 你压低他就洗不掉你 因为你成本低你怕什么 反正成本都会比我们高了 所以呢 你先把你成本压低嘛 那结果你会发现到 昨天你卖掉了 今天买不回啊 是不是 到现在为止 已经来到50了 又来到50了 前高的位置 差不多在50.7嘛 那各位我跟他讲 这些股票啊 明天再补一次量 稍微一过前高啊 他又准备要再上去啊 啊问题是在上去之前 你把股票卖掉 你到时候又去想啊 为什么股票我买了就不涨 为什么我卖了之后呢 他才涨 因为你被甩掉 就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要被甩掉 就是因为你成本太高啊 所以我最近有一次跟他说 这个盘走到这里的时候 这句话你一定都知道嘛 你在高档买股票你全挂啊 像最近有些个股啊 只要稍微一有题才一起来一起来 从之前的军工啊 什么生计啦 或什么观光的 全部到 都在追嘛 对不对 你这样子都做不宜你为什么不在山底下玩 对啊你为什么不在山底下玩 那我也跟他说过 我们所有操作我不会叫你买在这里了 我会叫你在低档买 当你低档买你把你成本压低 你就不会被甩掉出去 我再举个例子来说了 这是我们会员持股的例子 10月21号那时候我跟他讲那个底部完成的股票 那法人都在买啊 那这类型已经站到起跑线上面了 那现在等的就是一个量 他要开始出来嘛 对不对 昨天这两天也跟他讲啊 他已经开始准备要攻击了 差一点点啊 只要量一出来 他开始要走波段 对不对 好再仔细看了 昨天台北股是跌150点 他也受影响 可是呢受了影响之后呢 结果竟然又涨上来了 你看啊 现在又跑到起跑线上了 所以有些个股 当我们在低档叫你买之后 我们的原因 目的在哪里 你不会被洗出去啊 而且这类型的个股 已经开始动起来了 明天只要补个量 我跟大家讲 这种洗盘甩轿的股票啊 融资都没有增加 那这一类型的个股呢 反而在这个地方啊 近日啊只要补个量 他开始要去走波段 什么叫做走波段 我们来仔细看嘛 这波很多个股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啊 我说过 我不会给你一堆股票 我会员只有三组 你要去参加那个 有七八组的老师 还是说 会员组别只有三组的老师 投顾最基本是三组 啊你去参加 他告诉你 我们还有什么组别 什么组别 搞到最后 你在那边选组别 你都会选半天啊 然后呢 每一组呢 给你搞个五档股票 我问你啊 所有会员都弄到 是二三十档啊 什么时候轮到你 我们持股 每一组会员 大概就只有三档附近 OK好 所以当初有低档的时候 我叫你买的股票 是不是冲上去 没错嘛 我没有叫你追啊 当初低档叫你买的股票 有没有让你看到冲上去 有吧 你再仔细看嘛 当初低档叫你买的股票 有没有让你看到再创新高 有没有让你追啊 没有叫你追啊 不是说整大涨上去之后 我们再来买啊 当然你要哪一种方式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就是这样子做啊 温宫店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当初低档买完之后 是不是再创新高 对吧 我问你嘛 低档买好 还是涨上来再来追好 像有些股票 低档买完像深达 创新高之后 我们把它卖掉 你看高铁卖卖就好了 到现在又回到成本去啊 是不是 当然我们成本比较低嘛 我不卖我现在还是赚啊 但问题是我高档我先卖一趟啊 因为卖掉之后 我们才有资金去买下一档 你的资金不是无限 如果你资金无限 或者说有人说要给你2亿美金 你也不用做股票了啦 在家里躺着就好了 不是吗 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这种盘我还是建议你 12月一定有行情 因为你从国际金融来看 一定有行情啊 但是你要去思考的是 既然你有这个大的行情 那我现在怎么样在低档买 我是稳赢的 对啊你是要稳赢的啊 总不能让涨军工你有军工 涨生计你有军生计 结果你都在套在高点 你资金只有一套 所以接下来我是建议各位 你要去掌握这种低档买完 能够开始去走波段型的个股 接下来下一档 新的股票 好不好 这类型的个股你会发现 底部形态都已经完成了啦 那现在只差那个颈线了 还没有完全站上去 所以现在还在底部的区域 但我说这类型的个股 为什么它会是法人做账的股票 因为你从它基本面来看 你看我之前没有是代表说它才刚新上市 它去年赚5.1 今年到第三季又赚4.3 这代表说今年营收比去年好 所以有些个股呢 营收已经起来的股票 接下来它后面就是要准备要开始攻波段 所以有些个股你先做低接 12月份你就等着做收割 懂我意思啊 好那当然 我的做法是不是你要的 你稍微思考一下 那我是建议各位 不要白白浪费这个行情 每天都乱追高 那我们今天给各位一个体验价 也不增加各位的负担 那利用这个体验价 帮你掌握12月份的作战行情 能够让你安心的过好年 好不好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大家回来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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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好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昨天跌150点 那今天呢 不只把昨天跌的全部都涨回来 那现在当然是维持在一个区间盘 关于这个盘的一个走势 我们跟他讲12月一定有行情 因为我从国际金融这个角度里面 跟你分析过了 那既然你12月还有行情 不代表说这边涨完就结束了 可见如果这个行情后面还会有 而且还很大 那既然有这样的行情 你就不要去浪费它了 所以什么叫浪费它 很多个股它一定会有机会走波段 重点是你现在怎么样 把你的成本先压低了 所以个股部分我们也帮你选好了 只是说你认同我们的操作 欢迎你跟着一起来 好吧 体验价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小村元老师声明书 请来网路诈骗猖獗 盗用小村元老师照片及简介 收取不当之会费及开课费用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